第一集 聂盖弩是当代作家 许多年轻人 甚至中年人 不知道他是谁 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秘集点 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 提及聂盖弩 竟时有八不知 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盖弩在小说 诗歌 杂文 散文 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 特别是他的旧体诗 形类打油 纸铜装骚 读来令人欲笑而哭 自成一格 人称聂体 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盖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 鲁迅说救救孩子 聂盖弩 孩子救救我们 鲁迅传有 我们怎样做父亲 聂盖弩写下 怎样做母亲 看过《红楼梦》的人 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 习人 聂盖弩认为 不写宝钗席人是坏人 《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就更深 人家学习马列 图的是政治进步 聂盖弩看《资本论》第一卷 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 常到河边偷看南宫游泳的段落 能联系王安石的诗 《辽斋志义的妓女》 鲁迅的文章 融会贯通有所彻务 执一反三 探究辽斋的思想性 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 聂盖弩常常怀念监狱 说监狱是学习圣地 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耗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 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 居然写了一二十册 聂盖弩受胡锋事件牵连数十年 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锋 不停地写诗赠故人 无端狂笑 无端哭 三十万言三十年 这里说的是胡锋因三十万言书获罪 受三十年牢狱流袭之灾 所有胡锋分子 无不赠贤以出卖胡锋为净身之阶的人 聂盖弩为其开脱 说 媚谷生成 习我柴 雨时无五 有何灾 错从耶地方由大 何不骤庭 骤恶来 聂盖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 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 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 在批判 彻职 监督 查看 戴冒 劳改 关押 冤屈 丧青 疾病中度过 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 他是彻底地败着 我的父亲张伯军不认识聂盖弩 他是我母亲李建生的朋友 而且是后期的朋友 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 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服刑在四川 聂盖弩因现行反革命罪 判处无期徒刑 关押于山西 母亲与周颖原本相识 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 而骤然接近起来 相似的近日相近的心情 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 他们有两个固定话题 一是交换聂盖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 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 要共同探究 力图解读出自理行间的全部内容 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 分析形势 寻找各种关系 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 比如 搜集到中央近期 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 两人立即分头行动 各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 然后 母亲去寇享农工中央主席 季方家的大门 恳请她会见四川省省长 为我高抬贵手 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 朱学范家中 烦恼她找到山西省负责人 能否为涅干弩 法外施恩 其结果 往往是石沉大海 杳无阴性 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 情绪波动 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母亲是很理解人的 心怀悲悯的她 对周颖 费干直沉 老孽的岁数 比小鱼大多了 身体也不好 所以啊 我要先救老孽 感动万分的周颖 老泪纵横 涕泪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 有言即有行 她四处奔走 寻找机会和办法 1971年的秋季 农工党老成员 因1957年化为右派 而身处困境的朱镜芳 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 她下了火车 便直奔我家 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 住房景窄的母亲 二话不说 让朱镜芳与自己 实住在一起 有如家人 母亲工资140 她几乎每月 都要拿出二三十元 偷偷塞进朱镜芳的口袋 直至右派问题 得到圆满解决 朱镜芳解放前 就攻读法学 划右前 是山西省法院的 一名陪审员 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 搭救涅干鲁的机会到了 这大概是1971年 母亲把朱镜芳介绍给周颖 周颖看着南京来客 落魄寒酸的样子 心想 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 这样的人能管用吗 故态度很有些冷淡 但面对母亲的热忱 也碍于情面 他还是把聂干鲁的犯罪情况 和关押情况告诉朱镜芳 朱镜芳当然觉察到周颖的冷淡 但看在母亲的情分上 也看在聂干鲁的名分上 他表示 愿意帮这个忙 会面的当日 周颖便向朱镜芳提出 去山西济山县看守所 看望聂干鲁的要求 母亲说 还是让老朱县探探路吧 她的盘缠 由我承担 巧了 朱镜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 一个同事的丈夫 正担任看守所所长 他表示愿意前往 并说 自己必须假称是 聂干鲁的亲戚才行 三人的茶水 喝了一杯又一杯 茶越喝越淡 心越靠越拢 当聂干鲁 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 看到一个叫朱镜芳的女人 口口声声 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 惊异地直眨了眼睛 而朱镜芳见她的身体和气色 都还算不错的时候 一颗悬着的心 也就放了下来 所长告诉朱镜芳 由于觉得聂干鲁人好 又很有学问 索性没有叫她干什么劳动 朱镜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 买的罐头 茶叶 香烟 白糖 点心 所长叫一个姓里的年轻人 将他们拿回监设 在所长办公室 朱镜芳和犯人的会见 持续了三天 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 是个绝对的例外 聂干鲁是有问必答 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 才变得支支吾吾 说自己也搞不明白 为什么还没有判刑 就被押送到了济山 而暗地里 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 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 这个朱大姐到底是谁呀 从哪钻出来的 她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 在脑子里翻了个遍 也没能考证出来 见到了人 人又还健康 母亲觉得 朱镜芳是首战告捷 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 你该请客啊 为老朱接风 请客 请客 周颖一个劲地点头 饭是坐落于 郊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 周颖坐东 全家出席 席间气氛热烈 母亲不停地给朱镜芳夹菜地汤 朱镜芳直到今天都记得 有道非常好吃的菜 菜名叫黄鱼羹 聂干弩在济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 寂寞中也有快慰 冷冽中亦有温暖 同好同护的小李 不但照顾他的生活 还一起读马列 小李没有所误 聂干弩会惊喜异常 聂干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 极差地租形式 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 潜心与理论 不光为打发时间 更重要的是聂干弩 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好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与鬼的人 他与聂干弩是共用一副手铐 押腹寄删的 故聂干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细相赠 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 博学多时 通文史 经诗词 由善对联 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 聂干弩对他的学问 佩服得不得了 称他是活字典 鬼话三千天下笑 人生七十 好肩逢 监狱不得高声喧哗 聂干弩又有些耳背 所以两人经常交头接耳 鬼话连篇 用童心之言 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 受辱的心 后来 包与鬼病死看守所 草葬于域内空地 这令聂干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 聂干弩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情绪激动 又万念皆灰 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是泪是花还是血 平开老眼不分明 悲愤难忍的聂干弩 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 觉得自己只欠一死 别无他土 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 对母亲和朱敬芳说 事情不好了 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 他不服 上诉被驳回 维持原判 他拿出聂干弩的信 信中写道 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 而周颖早变成了牧师 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敬芳问 周大姐 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啊 哦 是灵焚 朱敬芳想了想说 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 遂安慰周颖道 不要急 有办法 省三间 我有认识的人 周颖听到这句话 情绪稍许安定 他走后 朱敬芳告诉母亲 我如今是个农民 靠中庄稼吃饭 所以呢 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 等秧子插完 就赶来北京 专跑老孽的事 母亲马上给朱敬芳 买了南下的火车票 并反复叮嘱 老朱呀 你要快去快回呀 咱们救人要紧 朱敬芳前脚刚走 周颖后脚病倒在床 学医出身的母亲 二话不说 把周颖接到家中 移住数月 亲自护理侍候 返回北京 且落脚在我家的朱敬芳 看着母亲跑前跑后 炖汤拿药的情景 凯然道 这才叫患难与共 肝胆相兆啊 经过反复思考 朱敬芳认为 放出涅干弩 只有一条路 即保外旧医 而获得保外旧医 则必先获得减刑 改判为有机 才有可能 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 周颖的反问 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 母亲建议朱敬芳 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 管理人员联系 再商讨减刑之策 谁料想 事情又那么凑巧 朱敬芳 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 育政科长彭元芳相识 且私交甚好 而老彭的爱人姓杨 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 朱敬芳 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 信中说 自己有个姓孽的表姐夫 在省三间服刑 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 你为什么不写明 自己的亲戚是涅干弩呢 不能写明 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 这令母亲和周颖 有些失望 朱敬芳却说 周大姐 我们可以去临坟了 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敬芳 买了去太原的车票 周颖的车票 是自己买的 又给了朱敬芳几十元钱 做逗留灵坟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盛夏 周颖和朱敬芳二人 坐了火车坐汽车 近五十分到了监狱 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 请朱敬芳坐沙发 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 端个矮角小板凳 叫她靠墙角待着 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 见此情状 朱敬芳觉得 无法进行实质性谈话 当晚 朱敬芳决定 让周颖住县招待所 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 晚饭后 朱敬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 聂干弩的身份 资历 为人 成就等情况 还拿出了一本 随身携带的聂干弩作品 请她翻阅 为摸清案情 朱敬芳提出想看看聂干弩的档案 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 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 内容简单的像简历 案情概括的像口号 且通篇措辞严厉 只认她犯有现行反革命罪 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 由于认罪好 特宽大处理 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 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 接见地点 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 接见时间 也没有遵守 只许半小时的规定 穿着球衣 戴着球帽的聂干弩 从关押区 向管理区缓慢走来 她很快认出了朱敬芳 眼睛里流露出笑意 说 朱大姐 你长胖了 这本是句淡化 不知怎的 令朱敬芳心酸无比 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 赶忙掉过头 泪水便沿着面颊滚滚而落 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 自己也站到院子里 好让周颖 单独和聂干弩会面 会面结束了 朱敬芳迫不及待地问周颖 你问清楚了没有 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呀 周颖答 她告诉我 主要犯罪事实 是辱骂了江青和灵秃子 辱骂的具体内容呢 说她讲江青和灵秃子 有暧昧关系 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 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 她东扯一个希拉一个 都没能落实 所以公检法认定 还是她自己讲的 还有呢 朱敬芳问 还有 还有就是她想吃五香牛肉 监狱哪有什么五香牛肉啊 好心的老鹏特地跑到附近部队筑地 只是说 老孽的身体不好 害过一场大病 我们把她弄到太原的医院 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 按这里的做法呀 判了无期的犯人 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 我们觉得她身体太差 就没有叫她去 在这里 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 什么叫轻微劳动啊 朱敬芳问 啊 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 朱敬芳说 你一定要想办法 先要保证她的健康 再做到保释就医 又说 老孽是个作家 给她一些书看 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 分手的时候 心里拿定主意的老鹏 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 对朱敬芳说 你放心吧 我保证把老孽 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回到北京的朱敬芳 连续给老鹏写了几封信 均无回音 但她得知 涅盖努的生活条件 有了改善 从大牢搬到小屋 屋里放了书桌 书桌上摆了纸笔 北京寄去的 或托人带去的罐头 腊肉 香肠 咸鸭蛋等食品 一律由老鹏转交 老鹏和一个姓张的 劳改干部 命令在厨房干活的犯人 每天给他 或蒸一叠腊肉 或切一盘香肠 或开一个罐头 或送一个咸鸭蛋 聂盖努从心眼里感激朱敬芳 说 自他去了监狱 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 如此特殊的待遇 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 而朱敬芳 打心眼里 感谢老鹏 老杨和老张 说他们如此的敢于担责冒险 真的够朋友 过了几个月 情绪又开始消沉的朱颖 对朱敬芳说 我想离开北京 在老涅的监狱附近 找个房子住下来 就在旁边 陪他到老 朱敬芳说 你要这样也可以 不过 我和李大姐 还是要尽量想办法 把老涅搞出来 话虽如此 却无良策 尽管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犯人 可以减刑 可是涅干努 早已不参加劳动了 减刑又从何谈起 老鹏他们也是干着急 1975年冬季 毛泽东决定 对再压的原国民党 县团级以上 党政军特人员 一律宽大释放 并适当安排工作 愿意回台湾的 可提供方便 这个决定 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 果断落实 这个文件 是我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 与我同劳而居的 国民党旧军政人员 先是不敢相信 后是彻夜不眠 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 老反革命 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 军阶低 决定 到了山西政法部门 根据档案 上边通知 山西省第三监狱 在押的 原国民党线团级以上 党政军特人员 共有八名 经核对 监狱领导发现 只有七名 其中一人已病亡 老鹏他们觉得 让聂盖弩出狱的机会到了 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 便可蒙混过去 但完全蒙混也不行 于是 他们开始翻查聂盖弩的档案 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正力上 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 这时 得知决定的朱敬芳 火速投书 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 毕竟他是经过母亲介绍 认识的周颖夫妇 所以并不十分清楚 聂盖弩的全部历史 还是监狱领导 在提取的聂盖弩档案里 发现他有 于1924年 入黄浦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 有了黄浦军校的履历 就足够了 老鹏立即告诉朱敬芳 事情办好了 聂盖弩以老共产党的身份 进的监狱 以老国民党的名义 出的牢门 以现行反革命的罪犯抓进去 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秋 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 拜托电影家戴浩 去山西接祸事的聂盖弩返京 戴浩也是右派 每月领取生活费三十元 她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 又向母亲借阅一套明朝版现装书 说是已破长途之计 生性康爽的母亲不忍服其意 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 结果人接回来了 书却丢了 许多年以后 母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 还心痛不已 带着埋怨说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代号非要那套书 要知道 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啊 聂盖弩回到北京 却抱不上北京户口 仍是朱镜芳抛头露面 找到与派出所公安局 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 即文怀沙之母 请她出面 为聂干弩 抱上了北京市居民户口 吉人之急女朱家 两渡河坟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 华阳之水洒枯花 劝君更尽一杯茶 千里万里一中华 聂盖弩对朱镜芳心怀感激 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他 聂盖弩或是经过 朱镜芳对外人谈及很少 后来周颖对别人讲 我们老聂能够出来 是由于某手掌出面 话传到朱镜芳耳朵里 惹出一肚子火 气愤的他 当着聂盖弩的面 质问周颖 又说 哼 你这是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啊 我讲不过你 理直的周颖说罢 便去卫生间 趁着这空当 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盖弩 乐滋滋地对朱镜芳说 他怕你 过后 朱镜芳心里很难过 他对我说 小鱼啊 我想办法救老聂 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母亲 待我太好 一方面是因为老聂 实在是太冤 我说 朱阿姨 没有你的帮助 聂伯伯也能出来 不过 他要在监狱里 等到胡耀邦上台 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 时间至少要推迟 三至四年 等一年 就意味着再做 三百六十五天的牢 对个老弱病残来说 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 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镜芳不住地点头 感叹道 别看周颖一头白发 还不如小鱼懂 关于聂盖弩的犯罪 不禁让我联想起 戴昊对我讲的一段话 我出狱不久 戴昊来我家闲聊 母亲留饭 饭后 我送戴昊去 建国门大街的 一路汽车站 正值残下 阳光耀眼 热气灼人 几只蜻蜓 在空中盘旋 我俩捡着有树荫的地方走 走着走着 她停下脚步 突然地说 现在背着李大姐 周大姐 朱大姐 以及陈大姐 我向你提个问题 把你关进大牢 冤不冤 当然冤啊 我也认为冤 张一和不就是 张伯军的女儿吗 小鱼不就是 有感于江青从政 在日记里 写下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这么一句话吗 我点点头 接着 她又问 你说 把涅干弩 关进大牢 冤不冤 当然也冤啊 错了 与你相比 老涅可不冤啊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 她笑了 拍着我的肩膀说 用不着吃惊 带叔叔解释几句 你就明白了 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 老涅是冤枉 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 老涅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她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 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老涅骂林彪 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 粗鄙到 我无法对你重复她的话 真的 真的 在接她回京的路上 老涅把自己的犯罪情节 全都告诉给我 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 她叮嘱我 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 我发现 性情阵界的涅干弩 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 用语常常是很刻度的 代号的话 一点不假 涅干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地辱骂副统帅呢 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 本性使然 资历 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不错 涅干弩是名作家 但他又是个老革命 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谱 当时涅干弩为二企 林彪为四企 而且又同为湖北老乡 有着这样一个背景 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 政治领袖 毛泽东接班人 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 去拥戴的 在涅干弩的眼里 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 隔壁而居的街坊 那样普通熟悉 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地批评 乃至诟病其缺陷的 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 虚荣 伎俩和作风 周引来我家 一坐便是一天 母亲定是留饭的 擅长烹饪的姐夫 洗手下厨 烧出的菜 虽非美赚 却泼适口 周引每次吃了都说 好 真是太好了 我还要带些走呢 涅干弩释放回京以后 他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 且加大了力度 带走的菜肴 都改用我家大号旅饭盒 且塞得满满的 周引一边把菜装饭盒 一边解释说 我们老涅 就爱吃小柴做的菜 每听此言 母亲脸上泛起微笑 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 菜带得再多 全家也心甘情愿 后来 有一次母亲 要去王府井八面草 有名的全素斋 买些素食锦回来 竟发现 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 问姐夫 回答说 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干鲁 常让我的姐夫陪同 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 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 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 聂干鲁特别高兴 他说 我颠簸了一辈子 吃到的快乐 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 但今天我是快乐的 大家是快乐的